以西节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葡萄树的木料 怎能胜过树林中的枝子呢 人可以从葡萄树上 取木料制造物件吗 可以从葡萄树上 取木料做钉子挂器皿吗 看哪 已经抛在火里当作燃料 火即烧毁了两端 连中间也烧焦了 它还可以用来制造物件吗 看哪 它完整的时候 尚且不能用来制造物件 何况它被火烧毁和烧焦了 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 泡在火里当作燃料 也必照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变脸攻击他们 他们虽然从火里逃出来 火仍要吞灭他们 我变脸攻击他们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这地荒凉 因为他们行了不忠的事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